300名中国人自称被大马金钱游戏骗走上千亿令吉 扬言将会放大招 追讨涉及ENDB款项 到底有多少人同意退还呢 副教育部长张念群针对马大毕业生黄彦各风波 表明他的立场 詳細新闻内容 欢迎收看10月18号的百隔大世纪 晚上好 我是威敏 来到星期五 首先为您跟进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 Rone 97调涨一仙 来到二令吉68仙 Rone 95和柴油继续保持不变 马大毕业生黄彦各的举牌抗议行为 把他推到风口浪尖 继首相马哈迪谴责之后 就连元首后也开声认为 黄彦各当天的举动不当 虽然教育部至今都没有表明立场 但副教育部长张念群 今天就这起风波发表了个人意见 至于当事人黄映各则表示 愿意和校方见面和展开对话 但前提是校方必须消案 而他也会在明天到学校一趟 尝试向学校办公室领取毕业诊书 换个焦点 法单会在10月7号向80名个人公司政党和团体 发出了传票通知 追讨涉及ENDV的4亿2000万令吉款项 但至今只有10% 也就是8个人或者是公司同意退款 另外有40%人士会把案件带上法庭 45%则会提出上诉 还有三人拒绝接受传票通知 对于有人质疑追讨数额的计算法 反他会副主席阿战巴基则坚称 他们是依据2001年反血黑钱 反恐怖主义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来行事的 因此没有计算错误 而回到ENDV案件 早前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就指 刘特佐其实盗取了国家100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418亿令吉 超出先前所传的45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188亿令吉 今天反他会主席拉蒂巴也在记者会上谈言 只有等到刘特佐被捕之后 才能验证盗窃的数额 因为反他会目前只能根据整体损失情况进行估算 前首相纳吉因为被指在脸书污蔑尼克敏 污辱雪苏丹 而在今天到武吉阿曼警察总部 录取口供超过一小时 纳吉随后表示 他是以证人身份注查 至于调查结果如何就交由警方去评估和定夺了 而警方早前透露 会分别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之一条文 以及刑事法典第五百诽谤条文 调查尼克敏案件 此外今天警局外也有超过20位支持者 贸易声援纳吉 昨天超过百名自称是金钱游戏受害者的中国人 先后到中国驻马大使馆和安邦路领事部集合抗议 跪求本地投资公司归还本金 到了今早 抗议人数增至超过300人 并且移失到投资公司位于安邦在野的办公楼继续抗议 要求负责人出来面对 否则动言将号召大约300万名中国投资者陆续来马抗议 根据来自中国湖南的投资者代表发言人的说法 整体涉及的损失金额达到3000亿人民币 大约1764亿令吉 他们也期盼大马政府声援协助 大马癌症基金科学家Selina Nitzayna 荣因堪称癌症研究界诺贝尔奖的 2019年约瑟夫施泰纳癌症研究奖 Selina的团队研究出 他们如今可以透过新的生物信息方式来分析癌症肿瘤的突变 就如同白衣一样 可以透过致癌物质在人类DNA留下的指纹 识别出诱发肿瘤的主犯和共犯 这项非凡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关注 副首相望阿兹沙和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 也分别在脸书送上祝福 而网民的海量祝贺也让Selina应接不暇 Selina和她的研究伙伴们今天带瑞士博尔尼大学领奖 并且会对外发表他们的研究工作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